大家好 我是父親 又來講降泰的壽司啦 前兩期我們練完了主角 這次我想針對壽司新人賽來吐槽 新人賽在境內的料理辦法中並不少見 例如烘焙王的潘塔吉亞新人賽 和十體之靈的秋季選拔 新人賽通常發生在故事前期 比起勝負結果 最主要是讓角色們展現實力 讓讀者初步理解這些重要人物 更好容悟後面的故事 但降泰的新人賽 卻是從開頭演到完結 而且這之間出現了各種牛鬼蛇神 完全不像新人賽該有的水準 我把這比賽的問題統整後湊個七大罪 下面就一個個來吐槽 這比賽說是面向新人的大賽 但對於新人的定義一直是個迷 舉例來說 烘焙王的新人賽 就很明確說是這年剛進的新人才能參賽 反觀降泰的新人賽 不但有志意長達16年的傢伙在 連大連志這種傳奇強者都跑來了 而他參賽的理由只是想跟進來比賽 但現實賽的目的是為了培育新人啊 你這種成名高手就不該報名吧 這裡我放一段烘焙王現實賽四強時 烏焙熊和主角打拼後說的話 主考官先生 雖然我在盤塔吉亞是個新人 但我在烘焙界工作的資歷 實在很難說我還是一個新人 換句話說 本來根本就不該參加這個比賽 所以我才會遮住我的臉 扮成老闆喜歡的 吳偉熊是嗎 可是新人賽 畢竟該屬於新人 我已經偽裝自己 裝得很累了 所以 我想要棄絕 聽完烏焙熊的話 再來看看大人是這種 為一己私欲不惜穿新描的人 兩邊的格調真的是高下立判 2 洛基太多 雖然這比賽高手不少 但其他路人的實力卻難道令人髮指 按理來說 全國大賽的選手 應該都是從各縣脫穎而出的 最強新人吧 可除了有名字的幾個外 其他 真的都是雜魚 甚至還有人念出這種黏糊糊的 噁心壽司 你說是地區一賽也罷了 這可是全國大賽也 你那縣該不會就你一個報名 飽收上來的罷 相比之下 東京區根本就是龍山虎穴 你把將太炮的隨便一個對手拉過來 都不會這麼差勁 3 比賽節奏拖泥帶水 本作的新人賽一直都比得很殘綿 全國大賽的第二輪就在打波三 到第四輪還搞個兩勝制 要有人連兩場才結束 如果兩邊有默契 來個反覆橫跳的話 這比賽怕是永遠比不完 除此之外 作者還特別喜歡平手後加賽 所以給人一種拖拉的感覺 且不只是體感時間 實際的時間也很長 根據左側的台詞 這賽朋友將近三年長度 最離譜的是 將太這屆才比到一半 同事就已經收到下一屆的邀請函了 結果將太決賽前回店裡 發現同事已經在第二回合被刷了 你有聽過這種事嗎 比人家晚屆參賽卻更早被淘汰 這難道就是所謂後發先制的奧義嗎 不是很想懂 是 賽事規則說改就改 東京區域賽 本來說一組晉級一個人 結果評審掌讓第二名的將太破例晉級 第二回合比內說是速度 結果評審說將來的比較好吃讓他贏 到了全國區域賽的玉子燒對決 將太拿到滿分後評審掌又說 我們現在用蛋來捏壽司 看誰做得多 做出來的成果可能會改變之前的分數 結果將太搞砸了 變成了零分 反正不管是好是壞 規則永遠都是讓將太改的 5 評審數值不佳 全國賽第三回合 大年是冥死某高等雜魚 題目是給外國人做壽司 評審很多 聖母採用投票制 但大年是壽司因為外型單調 評審連吃都不肯吃 直接把票投給了對手 後來發現大年是的更好吃 就把票從隊友箱子抽出來 改投大年是那邊 媽的還可以這樣 另外 在加在同事參與預賽上 評審又再次嫌壽司難看 而不想試吃 這些人和前面那些套客不同 是專業的評審耶 結果好像也沒啥區別嘛 要不是剛好有個閃爍將太的評審在場 估計這同事比都沒比就被刷下來了 順帶來提 除了評審外 本作的觀眾也特別愛靠腰 數值之差在我看我的料理漫畫中 也算明年前茅的了 6 比賽內容亂七八糟 東京區最後決賽 將太Bs清水 在沒有告知題目的情況下 晚上把人叫過來 並把他們接近在廚房 要他們做出比目於全席 時間截止前不能自由出入 我說這難道不會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疑慮嗎 而且隱藏題目可以 但要官人也先說一下吧 起碼選手能好好睡覺再來啊 全國大賽第四回合 將他的朋友板田立人 Bs反派當然的切倒葵 按一般套路來說 切倒葵肯定會贏 不然到決賽反派一格不勝 也太尷尬了 整料作者不只殺人 他還想租心 說有個來看板田的小孩出車禍 板田書寫給他 讓他得在評寫加R2的情況下參加比賽 不只如此 題目還是鑑魚壽司馬拉松 沒有時間限制 比到有人做不出來為止 請問一下 這個賽制是用屁股想出來的嗎 沒有時間限制 也沒有分數差多少就贏的規則 搞得後面分數都差三倍以上了 比賽還沒結束 而且偏偏把這賽制用在一個 佔得都很吃力的人身上 如果這場是兩個體力充沛的人去比 那評審是不是得排他們大案三天三夜 反正端個爛壽司出來也就零分嘛 那我隨便切個小碎肉黏在廚飯上 把魚肉省著用 接著 活活把對面給累死就好 還跟你比個屁的技術 又不是白癡 最後是上期提到的火車便當比賽 四個人做便當賣給乘客 比誰賣得多 佐治安能和七小葵又賣向決勝負 高田找苗專注味道 靠口碑取得優勢 而將他還摺取香味和聲音等文感觀性客源 這場比賽其實挺精彩 看點很多 真要說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只有這是個壽司比賽吧 但便當裡放的卻是什麼漢堡肉燒賣之類的 雖然是用海產做的啦 可在壽司比賽堂而皇之的端出燒賣 實在讓我難以釋懷啊 不如說你一個做壽司的為什麼這麼上人針燒賣啊 你看那本書到底都教了些什麼啊 7 定位詭異 我說過 新人賽的目的已經是培養新人 但這比賽因為強度過於變態 到後期甚至有種只要贏了就是全國第一的氛圍 應該說已經成為了一種共識 雖然前面沒提到 但七小葵其實是鬼上身加精神分裂的患者 他用去著哥哥的名字來參賽 希望讓哥哥成為日本第一 但這明明只是個新人賽啊 贏了就能成為日本第一 你是當鳳爭武郎這些老一輩高手不存在事吧 那麼 以上就是我整理出的降碳現實賽七大毛病 這系列也算是暫時告一段落了 其實本來還考慮做個完結總評的 但這比單純吐槽還花時間 加上前面兩期熱度一般 所以打消了這念頭 不過想看的話 可以多點讚和留言 請記住每多一個讚和留言 YouTube就能多賺一分錢 只要成績超越前兩部影片 我就把完結總評升出來 啊下期就先做別的東西了 那就這樣 下次見囉 轉到一個電池 損壞了 我可以看到? 你既然是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那是個粒子 是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這次的風格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你夢想來